不同的病中西医各有所长 图片PXP 中医是我国几千年的独特医学归宝 西医是近百年兴起的医学科目 虽然两者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但也都不妨碍其能治病救人 有些人说西医好 有些人说中医强 长寿健康之家 觉得不同的病中西医各有所长 有一些病应该更加注重条理 就不应该跑去看西医 有一些症状更加适合西医 则应该选择西医 明家明方整理了一份表格 根据不同的症状 推荐不同选择方向 心脑血管疾病先吸后中 如高血压病 心脏病 中风 脑梗丝等 西医在急性发作时 有迅速控制症状的作用 但不能根治疾病 中医药 主要在改善患者体质方面发挥巨大调理作用 西医在疾病急性发作时 有迅速控制症状的作用 脱片来源 Free stock photos 便秘 首选中医 西药对便秘的治疗较为短效 只能作为应急措施 不要过多服用卸药 避免药物依赖 感冒 中西医解渴 绝大多数情况下感冒不吃药七天能好 吃药一周能好 输液一星期也能好 关键在于治疗感冒时是否在同时提升免疫力 一般情况下感冒出其多喝水 补充维生素C增强免疫力就能控制 如果突发性高热不退 咳嗽头痛等症状比较重的可以早期 一明确病因有利于指导用药 颈椎病首选中医 中医理疗是治疗该病种的一大特色 配合中药调养更有优势 腰椎尖盘突出首选中医 更多情况下中药配合理疗效果较好 西医主要在疾病晚期手术治疗方面有优势 面瘫首选中医 西医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中医针灸配合理疗效果在临床上疗效更确切 一般来说治疗越及时效果越好 口腔疾病首选西医 西医牙科相关医疗器械完善 在手术脚型治疗等方面优势明显 一些肥气质性病便秘如口腔 溃疡牙瘾肿痛等则可选择中医治疗 脾胃病首选中医 中药个体化治疗更容易贴近 病情突变来源 PXP 如慢性胃炎腹胀变糖等 一般病程较长 经理比较复杂 西药多为单成分 不如中药个体化治疗 一人一方更容易贴近病情 中医认为皮煮生胃煮酱用中药帮助 调节脾胃生酱必要时配合树干 能很好的调节消化系统疾病 过敏性疾病首选中医 湿疹 寻麻疹 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消传等 一般属于免疫功能紊乱 由于免疫系统具有千亿发而动全身的特点 用西药很难找到针对性 往往只能抑制免疫功能 停药后容易反复 而中医是跳出局部从整体来调节 认为过敏是由于症气相对不足 邪气入侵造成的 治疗无非是辅助症气 排除邪气 简单治疗即收到良好的效果 青春痘 首选中医 西药副作用相当大 不宜久用 中医从全身调理 作用缓和但持久 白电风中西各有特色 白电风为难致性疾病 治疗需要持续 西药主要在局部用药 激光治疗方面有特色 中医依靠辩证论治 进行全身调养 带状泡疹 首选中医 带状泡疹属于病毒感染引起 西医针对病毒也没有特效药物 中西医疗效较好 需要注意防治病发症及后遗症 脚气 中西医解渴 一般外用药治疗的效果都不错 但西医有针对性的藏真菌药物 对于顽固病例 中西药配合起来 治疗 效果更佳 特发性脱发 搬突 首选中医 这类疾病一般病因不明 西医不易治疗 中医从气血不足脏腹虚损 弹湿与热等角度出发 辩证治疗 有一定疗效 感染类疾病 中西医皆可 如盆腔炎 阴道炎等 对于急性发作期 采用西药抗感染治疗 见效快 中药和中医理疗 则对一些慢性反复发作性炎症疗效更好 不孕不育 根据病因 首先应该仔细查找病因 再确定找中医还是西医 属于食卵管阻塞等有明确气质性病变的西医治疗效好 但大多数功能性病变引起着中医药条里有独到之处 原发性痛经 中医 西医对原发性痛经治疗效果不佳 多数 对症治疗 中医变症失智效果较好 月经失调 中医 腹科疾病常属于激素分泌紊乱 如果单纯调节某种激素不但不好掌控剂量 还容易引发体内一系列激素变化 中医从整体调节腹科也是一门强项 中医认为腹科疾病大多是体内有预质或血虚 采取疏肝补肾腺阳血活血等方法治疗效果很好 更年期综合征中西医结合 西医治疗在一些人群身上较为明显 中医长期调理更加安全 失眠看中医 失眠大多属于功能性紊乱 中医可从气血阴阳等小度辨证治疗有较好的疗效 镇静安眠类的西药容易导致依赖 只能短时间服用 拼头痛看中 一 首先检查明确病因 在排除气质性问题后采取中医条理 拼头痛大多没有病因属于功能性紊乱 西医没有更好的办法 拼头痛突变来源 Pixipay 亚健康首选中医 西医生化检查等指标正常或轻微 每一场者都可通过中医进行调理 复杂慢性病中医 如慢性肾炎 风食病 中风后遗症 中瘤等 西医可能会采取激素治疗 有一定的副作用 中医通过辨证选方和汤药或扎针灸 效果不错 对肝肾功能的损害也小 中瘤患者配合内服中药 还可以缓解化疗的毒副作用 非气质性疾病 中医 有些人平时容易出现疲劳乏力 经历不足 头晕目眩 口臭 便秘 心情 烦躁等症状 虽然精神上很不舒服 但是经西医化验 拍片检查 却发现不了明显的气质性异常 这些也是中医擅长的领域 可以针对这些症状选药 做到提早治疗 防止病情加重 看中医的六个注意 中医讲究望 闻 问 切 但很多人去看中医前 经常因为忽视了一些细节 而影响了中医师对病人气色 舌脉的观察 进而影响对病情的诊断 看中医 一定要做到六个不 一 不化妆 望诊对诊断非常重要 一定要让中医师看到你的本来面目 二 不吃容易让蛇胎的食物或药物 牛奶 花生等含脂肪多的食品容易使你的蛇胎变得白腻 阳眉 乌眉等容易使蛇胎变黑 咖啡 橘子以及维生素V2等可能使蛇胎变黄 这诊前刚喝热饮可使蛇脂变红 三 不使用或使用气味浓烈的东西 不要使用气味浓烈的香水或护肤品 不要吃气味浓烈的食物如葱 酸等以免影响闻诊的准确性 四 不做剧烈运动 卖诊是中医诊病的重要手段 就诊前因尽量保持心情平静 避免情绪急躁和剧烈运动等因素 对诊断造成影响 不做剧烈运动 突变来源 Pixipay 五 不平凡更换医生 很多疾病的治疗需要一定时间 而平凡更换医生只会造成治疗的重复 一般的慢性疾病 如果治疗医治两个月后人无明显效果 可以考虑另凶大夫 但一定要将以往的病例或处方保存好 以便让医生了解您的治疗情况 六 不沿用过去的处方或别人的处方 有些人认为这次病好了 可以把方子留着 以备将来症状再次出现时使用 或者看到别人跟自己的病情类似 便将别人的处方拿来自己用 这是不正确的 看西医的四个注意 西医的诊断和治疗 除了需要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 还需要各类的检查报告 作为诊断依据 为了尽快看好病 避免多余的检查 减少缘往前 看西医的时候 下面这几点也要注意 一 寄清发病过程 发病的时间 原因 过程等对疾病的判断非常重要 所以就整西医的时候 尽量简明的介绍病情很有必要 二 预约检查问清注意事项 西医的各种检查会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是否需要进食 进水 衣着要求 有些检查不可佩戴金属等制品 时间要求 刺激素检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参考值等等 不按要求 有些会耽误时间 而有些则会直接影响结果 妨碍诊断的准确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